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荣耗的如意算盘更是打得相当精准 精彩绝伦 而廖超勇的跨界首秀效果不错 他会仔细倾听学员心中的压力 比赛中遇到的烦恼 会担心跟成员们沟通 很多歌曲在正确的打开方式 对的选歌思路 好的情感输出等方面 都做得很到位 可以说廖超勇老师虽然上好声音舞台时间不长 但一声得导师夸人精髓 近日 李健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他表示好声音开播后 他说一期都没有落下 导师对干式对一个战队综合能力的考量 既考察战队学员外战的能力 也考察导师的带队能力 上期廖超勇李荣浩导师在比赛中的排兵布阵和斗志斗人的各种场面 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 李健调谈起廖超勇李荣浩了 他透露 如今自己看一期好声音 就会给廖超勇李荣浩发微信 而被问及原因时 李健调侃 给廖超勇老师发微信呢 主要是想告诉他李荣浩的缺点 告诉他如何排兵布阵 给李荣浩微信呢 肯定是对他猛夸特夸 到时就可以免费获得路透 这原因也是构效三天 当然 李荣浩每一次都能猜对廖超勇的出兵 而廖超勇也并没有按场理出牌 希望在后期的导师混战赛中 可以迎来强强对决的精彩局面 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好声音第十季首场导师对决 廖超勇接棒纳英战队后 开启与李荣浩战队对决 本期节目中 观众们在惊喜廖超勇作为 职业音乐人的专业素养之高时 更为惊喜的是 李荣浩战队王红浩 与廖超勇战队财望楼部的之间对决 成为了本期最精彩 最刺激的看点 在经历三场对决之后 李荣浩战队和廖超勇战队打平 由此王红浩和蔡望楼部的比拼 将决定哪支战队可以保持优势拿到赛点 最怕帅哥唱情歌 而且唱得非常好听 两位帅哥之间的对决 谁更帅 不是由外形和气质决定的 而诗水演唱的歌曲更为打动人 每一位听众对每一位歌手的演唱感觉不同 王红浩作为本级中国好声音颜值最高的男学员之一 他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盲选阶段 没有人敢挑战他 做面说明了这个类型的学员是具有杀伤力的 颜值能打 歌声也非常动人 不是冠军候选人 还能是什么 然而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也不是谁的颜值高 谁就能坚持到最后的 第二季好声音的冠军里其就是最好的说明 何况 与王红浩对决的采望楼部 在颜值上也不弱 两个都会唱歌的帅哥之间的匹配 谁能胜 不好说 更不可能出现大比分超验 除非一个人出现重大失误 如果说 上一集中 多数观众不理解 那英为什么选择放弃层速数保留采望楼部 那么这一集就可以理解了 采望楼部这些年的成长进步是巨大的 他不仅可以把周杰伦的歌唱的让那英喜欢 还能把英文歌唱的让专业人士廖畅永为之高赞 尽管 廖畅永战队在本场导师对接上因走积枫输了 但才望楼部的胜利让观众们见证了他本人以及廖畅永战队的实力 未来可期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